那你做這個 你看到工作室上面 不是你的名字 你比較覺得很奇怪 鏡頭前就位29歲 長相清秀的女子 坐在超商座位區 一旁則是台中的警察 原來眼前這名女子 是涉嫌詐騙的嫌犯 你幾歲 29歲 29 多大1塊30 基本常識都有 透過於警方的問答 這名女子從IG上 看到求職廣告 就跑去應徵 以為自己是當理財專員 但實際上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29 有婚了沒 她先生知道嗎 女嫌犯已婚 丈夫在國外從事餐飲業 自己想賺零用錢 瞞著家人去當假理專 整件事會曝光 是因為被害人的妻子 發現不對勁 59歲張姓男子 加入LINE群組 一個月內投了160萬新台幣 後來詐騙集團通知他中籤 要再補80萬 才能夠認購股票 他跑去跟妻子借錢 才發現掉進陷阱 警方說29歲成姓女嫌 工作證跟本名不同 明顯有問題 訊問後依詐欺罪 以及洗錢防治法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賴崇隆 許又翔 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訪問会議是否 alingFi 入場 回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